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有月才晶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希 Harry Harry 你好 你好 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現在升15點 報27579點 大市成交到1348億 這一節就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民股熱線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電郵給我們ask at bschannel.com 先聽聽家庭觀眾 就是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你想問什麼股份 我是1776和國美電器 是 什麼位置都有 都是有的 什麼位置都有貨的 1776就是26 另外國美電器就是2.2 好 應該是各位買入了兩隻股份 看到1776廣發證券 報25.05元 跌超過2% 26元這個位置拿著的話 其實是否都不需要太擔心 26元我覺得是OK的 本身呢 我的部署是怎樣呢 陳先生 我自己IPO我自己抽了一些 接著我24元加少少住的 你又不同 又高少少了 26元 但我大體上面 我看著的目標價 都是27-28元左右 這一陣子就壓住了 因為今天A股仍然是下跌的 你看到 券商最近的消息是一般般的 因為一個人可以開20個戶口 其實本身的放寬 其實對於證券行來說 可能競爭的激烈情況是會加劫了 所以最近的消息表面是一般的 所以說法好像很不嘔聲地動 但我看回本身的成交額 無論是內地又或者是本地來說 都是做得挺漂亮的 券商股來說 我覺得始終都還有一陣聲勢 所以你26元買下去 你保持住它 我看你起碼有1元2元肉食 如果你在看27-28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 講法的估值 都是比起其餘的一些券商股 有少少折讓 我覺得還可以炒上去 好 接著就跟進了493國美電器 尾部在2.16元的位置 跌超過1% 陳生在2.2元的位置有貨 近期看到有回落的情況 跌穿了這個位置 近期來講 北邊的資金就下來了 香港 成為頻頻上榜的 就是港股通上的活躍股份的榜首 怎樣看回呢 會不會說現在的市要跌 都一定會跟隨下去調整一下 是的 而且如果你說用內地的資金角度來講 國美是一些很受歡迎的股份 因為他們認識的這隻股份 所以資金一推一踢踢踢上去2.5元這些位置 現階段都回了不少 2.1.5元 你兩個容易買的話 其實跟現價不是差很多 我自己這樣看 本身就看回2.5元這些位置 我先給你一個指示 因為這一下資金湧進來 是抽了國美上去的 但是如果你說看到2元 已經開始守得穩 或者慢慢地跌幅好像收窄的時候 你不如保持住它 我覺得如果你駁回上去 高位2.5元這些位置 機會還是很大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陳先生 專門聽聽下位家庭觀眾 林小姐的電話 林小姐 你好 你好 是 是 想問一下股份 我呢 中信呢 就見 這陣子的事挺好 現在這個情況 淫 其實是否都可以長線看呢 你說6030是嗎 是 東訊證券是嗎 是的 OK 好 好 六零三年中信證券一部34.9 跌超過 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 是人民保險那個 哦 人保 OK 好 好 如果說保險股來講 應該會不會說可以 考慮這個人保呢 會不會說之前都有一個落後的勢頭在這裡 追了很多了 追到上去5.52 我覺得開始就慢下來一點點 我覺得你不如等多一會 落回5元以下才買 就是 蒸了那麼多都會有些回徒 那5元你見到的那些價格 所以 5元以下 你就少著再駁一駁 A股再有得上去 嗯 現價報在5.1 跌超過1% 林小姐有沒有其他股份問題的 OK嗎 幫到你了嗎 另外有一隻 騰訊其實已經見到跌了一點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追 其實會不會有些危險呢 嗯 嗯 主要說到就是近期回落 除了今天的市場有些是大院之外 都要說回他們主席馬化騰 就是減持他們的股份 看到有回吐的跡象 不過通常都說回吐的日子 不會說很久了 會不會說現在是一個吸納的時機呢 馬化騰好像還在沽貨一樣 我覺得本身不如等多一等 我覺得騰訊回落去 就是百五元也挺大機會的 你看多起碼都三四元才買 我覺得有機會讓你買到的 整體市況 這幾天的震盪會大一點 所以騰訊再回落去 因為如果指數要踢下去的話 騰訊一定會動的 所以你看著百五元這些位置 你才買回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我們轉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一位李小姐的家庭觀眾 問一八一六 見價佈在四個二號六 跌超過跌跌近百分之一 四個四的位置買入了短線 什麼位置可以離場呢 如果短線的話 就看回你自己的家鄉價 我會覺得 上到四個七近五元這些位置 我見有行開始寫它 又說它估值貴又說它不值 那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大行的看法上 對於這隻股份就很分歧 主要寫它當然是高盛 對於這隻股份來說 我覺得它有機會落到四元這些位置 所以就看看你本身走不走 如果你問短線的話 看看市況升上去 或者一些核電相關的一帶一路概念 再有一個機會的話 是有機會回到你的家鄉價 但是如果你說要踢上去更上 譬如五元這些位置 需要一些時間 這樣就看看你短線還是長線 看看你本身的資金 上不上手下去 好啊 另外就問多一隻 去問753 中國國寒9.51的位置買入 五元價 見到做9.07跌超過1% 怎樣訂回止蝕或止賺位 見到油價近期都有回升的情況 會不會繼續影響著一眾的航空股的情況 有些心理壓力 我都會覺得既然你挺高買 我覺得你不如落到8.8的位置 你都需要可能自己去止蝕 因為油價我看今個月都會上去 各行是會有些壓力 始終都踢了很多上來 所以就8.8就止蝕 如果你說在大概9元有些支持的話 我覺得回到家鄉價 你都可以重手一會 好 再跟進多一個電郵的 有一位就是陳女士 都想問2012的陽光油沙 平均價就是買入的位置 大概是3元 現在什麼時候可以回到家鄉 甚至乎怎樣訂回止蝕位 現價在4.3元升超過1.1元 3元的位置平均價買入的話 都相當大的距離 我建議不如擺放一會 既然你這麼多個位置都沒有止蝕 而且我看3元的價錢 應該都兩三年前這些價錢 所以楊光油沙 你看看他本身 就是這一陣資金市 會不會推到上去 但是你說本身要回到3元 不要看那麼完善 先看1元 我覺得1元也有些機會的 這一陣 如果你的油價踢得上去比較急一點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楊光油沙 這股份暫時在一個低位 還是一個徘徊的格局 3元我不看了 先看1元 好 還有時間回答一個來自Alan的電郵 他就說想問1.23元 即是月售地產 現價報在1.8元的位置 升埋近3% 1.6元就有貨在手 短期的上網位置是多少 我覺得會踢上去2元 這一陣內房股 不要理他的業績是怎樣的 但是我會覺得從GDP的角度去看 你本身的房地產股頭縮得那麼緊要 對於中央的角度來看 如果要穩住經濟 你的房地產不可以推得那麼緊要 對於放鬆的政策的預期依然都會在 所以這一陣內房除了炒資金之外 炒一個放鬆的政策 暫時內房股我見很多都是 所以這個第一季業績比較後期才會出 所以這一陣內你們可以等到2元才放 另外也想問2.369的酷派 現價報在2.38元的位置 升埋近4% 他就沒有表明究竟有沒有拿著貨 不過想知道短期的上網空間有多少 都看到酷派近期回升了不少 會不會現在升幅會收窄了 1.3元踢到2.6元足足一倍 所以我就看位置吃的 除非你現階段去買 如果你說這兩天才買的 我都是在看大概2.5.5這些高位而已 所以這些股份升了一倍 很明顯是資金推動 有些氣氛炒一些電訊設備股而已 我覺得它的業績一般般而已 所以現階段我的建議 不如你看位置2.3元2.4元分階段 慢慢的沽貨 謝謝Harry的分析 提到股份有沒有哪一種持有 沒有的 有四成間 稍後回來會有問題環節 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204-656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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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